非常好吃的台灣鮮牛肉 都是新鮮的牛肉片 鮮嫩的台灣牛肉放進鍋裡算一下就熟了 還有彰化西湖來的三層牛肉 業者主打的就是國產的新鮮食材 完全用台灣的牛肉 都是從台南那邊過來的鮮牛肉來做處理 然後羊肉也是完全是台灣西湖 彰化西湖的羊肉 然後屏東信工的豬肉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沾醬 不管是沙茶醬或者是醬油 都是自己完全熬煮的 強調一個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鍋 正宗川味先炒後蒜的火焰鍋 加上九宮格火鍋料超級吸睛 這是最特別的 是我們這個獨家設計的九宮格平台 九宮格裡面的食材 像是炸酥肉 麻辣牛 還有我們的老魯牛筋 這些都是比較適合搭配川味麻辣鍋的食材 那跟一般的蒜蒜鍋 一個菜一個肉的形式不太一樣 所以吃起來的感覺是更多元 然後更繽紛 還有突破傳統火鍋做法 中西融合讓消費者宛如在法式餐廳用餐 希望提供消費者更尊榮的感覺 甚至還讓松露入菜 因為我們想要顛覆一般就是火鍋的既定印象 很多人以為就是可能火鍋 是比較屬於台式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們把它融合也就是 也有很儀式感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們在食材上面的搭配呢 也會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去搭配肉 去做出一個很新穎的吃法 請注入高框 這是台北美食業活動 首次以鍋物為主題 邀集台北市火鍋店家參與 在7月先舉辦網路人氣票選活動 選出饗宴鍋物組 及經典鍋物組各前10名的店家 再由美食專家實力評測選出各組前5名 參與評測的美食評論家福天南強調 除了食材新鮮湯底豐富外 店家的自製沾醬更讓他驚豔 只是說這就是台北的味道 可能你常常吃火鍋的人會覺得 熬煮也沒有什麼稀奇啊 但是每一家的熬煮的醬油 用什麼樣的醬油 是那種什麼樣的大豆那樣的 黃豆那樣的 甚至於它的那個煮的時間 煮的濃度淡度 這都可能影響到我們在吃火鍋的時候 食材沾到那個沾那樣的口感 所以我想這就是台北味道 本身是火鍋控平均一週至少要吃三次火鍋的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局長陳俊安希望 台北美食院能讓所有美食都能有被看見的機會 因此第一年特別選擇火鍋作為主題 在進入秋冬之際推薦國人來台北吃好鍋 因為台灣人很愛吃鍋 台北市又是火鍋店非常密集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今年在第一年的主題的活動當中 我們就選擇以火鍋當作我們的主題 那剛好十月又是秋天開始微涼的季節 冷冷的天吃一個暖暖的鍋 我想都是大家覺得非常開心的事情 台北市副市長林毅華也分享自己喜愛的火鍋種類 她認為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 這也是台北市面向國際最討喜的明信片 因為在台北想吃什麼鍋都找得到 其實所以我覺得各種鍋我都蠻喜歡的 我覺得它就是我們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其實透過鍋我覺得也是讓大家想到很多過去的回憶 也看現在整個鍋物呢 整個他們也有很大的發展 所以美食真的就是台北市面對國際很重要的名片 尤其呢鍋物 我現在在台北市你想吃什麼鍋 在台北市都找得到 主辦的台北市政府商業處長高正元表示 台北每10月期間還有消費發票登入活動 民眾前往這60家合作火鍋店家消費 就有機會抽到20萬元的吃鍋美食金 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 並整合旗下火鍋店家提供超過150萬元的消費回饋方案 歡迎吃過控千萬別錯過 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頭好鍋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